双方分别是中国女足和德国女足 在小组赛中 稳定性对于球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每场比赛都不能丢分 才能保持住进击的希望 期待双方会给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 这个位置啊已经具有一定威胁了 他用滑产前回球拳 看上去确实完成得很容易 看看老家慧的处理 双妹子往上拿球 在后场把球阐断 苏维亚胡特 林奈马过 这次是要走内线 波普 球进了 比赛才刚开始不久啊 他们就打破了场上的相局 这脚直塞球 值得我们通过回方一看再看 在防守队员巨大的压力和干扰之下 他还是把球送进了对方的打门 真是好球啊 比方现在变成了1比0 德布里茲 克莱因黑内 转移给了达布里茨 交给了胡特 比球又被他铲回了脚下 在外面上了 他会如何判法呢 彭船找后点的队友 解围成功 这是一次大范围转移 这边不行 换一边打 有机会拉回同一起保线 他没有抓住这次机会 脸上写满了遗憾 如果进了就能帮助球队把平凭分 不过足球比赛他没有如果呀 里纳马过 伦达达尔曼 这波传球啊很有水平啊 绝佳机会啊 一次简单的扑角 张锐 唐佳丽 罗佳慧 罗双 他们正在互相传球 寻找机会 夸走了 这球拳交给了对手 对方一直在给他压力 克莱因黑内 在防守的时候 使用这样的滑铲动作 是非常有讲究的 掌握不好的话 很容易吃牌啊 台湾向犯规队员出示了黄牌 我觉得队员自己也认可这个判法 是 让对手也丢球了 双妹子 王上拿球 现在拿球的是王珊珊 展中找队友 这次解围啊 效果不好 还没脱离危险 危机成功化解了 利那马过 交给了胡特 防守不错 在自己后场把球抢断了 到了这个区域啊 能做的事情就很多了 能追回分差吗 球就是不进 曾经有一个扳平比分的机会 摆在他们面前 他们没有珍惜啊 利那马过 他们这个连续倒角简直是一场视觉盛宴 看这个直塞 没有越位 漂亮 这就被挡住了 是时候发起反击了 是时候发起反击了 王珊珊 的距离 门将几乎没有任何的反应时间 目前双方是1比1打平 莱纳奥贝尔多福 这是波普 他努力地把球从对方脚下铲回来 好的 球没有出界 往进区里打 沉重 这个球被防止队员及时破坏了 直接飞出了横连吧 老贺 莱纳阿波多福 他们把球直接传给了对手 他们这个连续传球真的非常漂亮 机会来了 果然不出所料 他们取得了领先 好的传球手就是这样 只要一出脚就能创造威胁 就像这个球一样 然后打门这一下面对门将 直接选择了推射 角度拿捏得非常到位 目前的比分是2比1 双方拼抢很激烈 最终把球碰出了边线 萨拉多斯恩 林娜马过 一角铲球 把球抢了回来 对方的进攻就此作罢 这是个反击的好机会啊 破门良机 他们及时破坏了对手的盛门意图 这次警报算是解除了 这个球是奔着点球点附近去了 防守方稳妥地解围了 掌门 掌门 掌门没能威胁到球门 场上一声哨响 上半场比赛就这样结束了 下半场比赛开始 有德国姑娘们从中间开球 在前场完成了抢断 达布里茨 好球 对手的领先又是没有持续太久 他们迅速扳平了比分 回方来了 看看这条球 传的是非常漂亮 直接穿越防线 让他在这种距离拿到机会 这已经是十拿九稳了 肯定是万无一失 比分又被扳平了 起起伏伏就跟坐过山车一样 直接打远射 这球打得非常久短 门将飞针将球拖出横梁 看看他们能不能通过这个角球 打破场上的平衡取得领先 这次解围啊 效果不好 还没脱离威胁 摇尾 皮球又被他铲回了脚下 马冠出离球 德布里茨接大球 在这么近的距离 打门没问题 但是射门质量确实不高 球被门将轻松得到了 是啊 这么近距离的攻门 守门员竟然也毫无压力 嗯 球被防止队员阐断了 有队友在附近接应 看看这个球要怎么打呢 这是萨拉德布里茨 领先的机会 一次精彩的扑救 落点在进区中央 这个球没有处理好啊 交给了胡特 球回到了德布里茨的控制 对手的攻势到此为止 要不要趁机打个反击啊 把皮球挑到了防线的背后 观众都在高喊啊 让他射门了 这球打到横栏上 又弹回场上了 还没出界 这个传球直接把球权 拱手让给了对方 他们本来有机会打破 目前场上的平衡 但很可惜 在他们的球员都完美发挥 找到一次致命的机会时 门框却转了出来 人家没收了这条打门 单枪匹马直奔球门 非常重要的一次抢断啊 常规时间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25分钟 支援进攻的队友已经到位了 王线的危机被化解了 打不利茨前场拿球组织进攻 没给门将造成什么压力 这个球啊 防守队员大意了 王纱纱 好的 他们再度取得了领先 回顾一下这个进球 拿到球以后迅速地展开了反击 实际抓得非常准 反击质量也非常高 然后他在距离球门这么近啊 拿到这机会啊 当然是不会错过的 就在大家以为要以平局收场的时候 终于有人站出来打破比分了 没错 这就很可能会决定比赛的胜负啊 斯文雅胡特 这次上下来得很凶 脚下球被断了 这球应该是传过去了 王纱纱拿到了这条 极具穿透里的传球 球进了 球又进了 正当我们还在回味上一个进球的时候啊 他们已经领先两个球了 进球的回放来了 防守方最大的错误 就是让他在这样的距离 拿到打门的机会 目前的比分是4比2 常规时间进入最后的15分钟 这是一次没必要的传球失误啊 这是波普 是时候发起反击了 防守队员回味不够及时啊 我们将挡了一下 比赛还在继续 挡住了对手的射门 抢断了对手的传球啊 毫无威胁 打得太歪了 有队员要替补出场了 王珊珊 传球也是一把好手 接下来就看王双的了 球进了 分差来到了三个球 胜券在握 回放来了 看看这条球 传得是非常漂亮 直接穿越防线 最后打门选择了推射 脚法控制的恰到好处 全场比赛马上结束 完全是一边倒的局面 球拳转换 达尔曼这球能进吗 这个时候的进球 是不是来得太晚了一点呢 在这个进球当中呢 我觉得进球之前的过程 尤其值得撑到 很少有球队像他们这样 一整场 都持续压迫对方的防线 不断地给压力 直到对方犯错 然后给他们一击致命 是 比分被改写成了5比3 想打一个防线身后 低会真不错啊 但是同时边踩这个棋子 举对很快 这个球配合是打出来了 但是要是队友 启动晚一点的话 对面可就难受了 没有急于处理啊 还在观察队友的跑位 只要拿到就是机会啊 他们还没有放弃 现在已经把比分追得 只差一个球了 时间不多了 会有奇迹吗 再来看一下他们的 这次进攻 一次近乎完美的反击战 在这种距离攻门 他绝对不会出现失误 目前的比分是5比4 比赛结束了 他们在主场不负众望 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再次进攻